不良人第五季 姬如雪城墙血战 九天圣姬命悬一线 李星云上演霸气就漆 这一季主要讲述李星云接替不良帅执棋江湖的故事 而这棋局的双方便是李星云和李四元 由于李四元意图称帝 所以他的狠辣必然招致李星云周边人员伤亡 而首当其中就是老李的媳妇姬如雪 目前不良人第五季已更两集 而这两集基本上都是在做铺垫 直到第三集预告中 我们发现了一个重磅炸弹 那便是姬如雪在内的幻音坊四人出现 城墙这一战主要人物就是九天圣姬中的三个 还有姬如雪的对手李存李 蛇皮弯刀显然是李存李的武器 而这一战肯定是惨烈的 预告中也能看到姬如雪变成短发 口中含血站在城墙前 看到自己媳妇被打 老李也是准备上场嘛 原来前两集都是为了给老李铺垫 从预告来看 九天圣姬包括姬如雪在内应该都受了重伤 而此时如果老李登场 唐呐一吹 效果肯定燃爆 而李星云出现一方面是救人 另一方面则是打人 对手是李存李 而解决这个人就能救下姬如雪 相信李星云还是有这个能力的 毕竟在第四季结尾 李星云就已学会弃精 实力大涨 而按照不良人 每一季都要死几个通文馆 十三太保的规矩 本季当中 李存李这个人应该是必死 至于会不会在城墙血站中 陨落还不得而知 而第五季的帷幕也在第三季正式拉开 这一季当中 李星云唯一的目的就是除掉李四元 而这一切肯定不会那么顺利 从斩杀李存李开始 正反双方对峙行程 李星云的棋局进入攻势 而统领不良人估计也不会远了 到时候不良人对抗李四元 还是很值得期待的 而在救下姬如雪之后 李星云会和他再次夫妻联手 闯荡本纪马 对此大家怎么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